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是 我跟你講小梁哥 這個詐騙集團的電話你有接過嗎 當然有接過啊 以前早期的不都這樣嗎 他一打來就說爸爸爸爸救我 那時候還沒結婚嘛 我說我沒有小孩 他馬上立刻喔 不到一秒他就說 哥哥 哥哥救我 我就把他掛了 不是來亂的嘛 那如果他說孔劉 孔劉救我 你到底為什麼要這樣騙詐騙集團 他叫我的名字有叫對啦 我就過去啦 詐騙集團碰到你也算他們衰 他自己要叫我孔劉 自己搞不清楚狀況 世界各地都有詐騙集團這件事 但因為大家常常到各地去旅遊嘛 所以這個事情一定要搞清楚啦 到那邊呢才不會受騙上當啦 好 所以今天呢我們也請到了 遇到詐騙沒再怕 因為他們都已經被騙到成專家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但對面呢 在自己的國家研究騙術 騙到已經可以上節目 我們的聯合國新來歡迎 歡迎 可以的對 詐騙集團無國界 精密手法毫無破綻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就要來公開 究竟國外有哪些常見的 詐騙手法要注意 才不會被騙光財產哦 你們有在台灣 曾經被詐騙過的經驗嗎 這個故事就是有真人的 就是我有一個人打電話給我一次 然後就是他打電話給我說 先生不好意思哦 我們是誰誰誰 他講一個很長的一個名字 然後他們說是一個網路的品牌 然後他跟我說我老婆 他有賣很多很多衣服在網路 他刷了大概一萬多塊台幣 可是呢他那個交易失敗 所以他們是客服 然後他們打電話給我說 我要提供給他們 我的信用卡的號碼 他怎樣有辦法重新申請那個付款 然後衣服終於可以送到我們家 我聽了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問一下他怎麼可以買一萬塊的衣服 他衣服已經那麼多 然後我就開始跟那個人抱怨 說他真的買那麼多嗎 我不相信 我已經跟他說 他不可以買那麼多衣服 他還是買 然後他看我很不爽 然後他就是開始安慰我 沒關係 女生啊 買很多啊 沒辦法要貼心啊 然後我跟他說那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他回家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然後我先 先這個東西先取消 你留一個電話 我晚一點打電話給你 先取消 我先不要給你那個 他說不行不行不行 我這樣會被罵 我在我們那個上 他的那個經理 他會罵 他會處罰他 如果沒有交易成功的話 他會被扣錢 然後我就是覺得 有被感動到 你知道嗎 我 所以你就把你六張信用卡的卡號 都告訴他了 沒有 我就跟他說 他說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可是 可是我 我真的要先等我老婆回來 是 對 所以他就生氣了 然後我還沒有道歉完 他就掛掉了 對啊 不然遇到這種擺錯重點 也算那個詐騙集團很衰啦 對啊 然後我就是我老婆回來的時候 我就罵他 我說你真的很恐怖 你怎麼可以花一萬塊 在網路買那麼多襯衫 那到底幹嘛 衣服已經很多了 然後才發現他其實對 那個時候我就知道才是詐騙 被騙 我被騙到最後一秒 我覺得一個禮拜 兩禮拜就接到一次 但是我也是碰到一個 我真的覺得 我被騙到 那個時候 不是因為別的事 不是 同一件事 我跟我們兩個故事講 那個時候因為母親節 我記得去年 我現在買一個針腳機給我媽媽 因為她說腳會痛 是 那上網我就找了很多價錢 差不多都是八千多塊 那我本來想說還便宜一點的 我就一直 他很多連結嘛 按按按按連進去 有一個才半價 他說九成五星 所以他賣四千多塊 我說那OK啊 那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就跟他聯絡 聯絡他就說 我就擔心說 那你這個東西我要怎麼付款 會不會是騙人的 不用擔心 貨到付款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我都已經拿了 對不對 那隔了大概 我記得一個禮拜多 然後我就到便利商店取款了嘛 取貨 然後要付款 然後拿回家之後 我很開心 真的就是很新 然後也是 那個我要的那個牌子 然後就送給我媽 可是隔了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我家樓下社區警衛打電話上來說 蔡先生 不好意思 有警察來找你 本姓蔡 我姓蔡 對 那我就下去 那很重要嘛 不然興趣嗎 你是不是怕沒有你的鏡頭 欸 導播我在這兒 打...打斷我故事的節奏 那當然我就下去了 然後 警察說 要麻煩你 跟我們到警察局一趟 因為你似乎 說我詐騙 你 對 我說怎麼一回事的 沒有已經 你詐騙了你媽媽 你媽媽去報警 就全部是我會的 不是 你是不是怕沒有你的鏡頭 我就到警察局去備案 把整件事情流程 就全部陳述一遍之後 開始調查 才知道原來這個詐騙集團 有多麼聰明 他用這個牌子呢 我跟他下訂 因為我下訂是詐騙集團 我訂了之後呢 詐騙集團去跟那個牌子 用假的信用卡 去刷了這個牌子的錢 那刷了之後呢 就寄到我的地址來了嘛 那我就把這個錢 匯到詐騙集團 因為詐騙集團 他拿了我的錢之後 還規避了會被這一個 廠商找到他的責任 因為廠商要找物流 流到哪裡去嘛 還找到我身上來 就變成是錢他拿走了 我要來扛這個責任 你也不算詐騙 你只是沒付 沒有 用假的信用卡 對 等於是 你用假的信用卡 去買了這個東西啦 對 變成是 好像是我 但不是 其實是這個詐騙集團 用假信用卡 但我還匯了這個錢 最後我還把這個東西 等一下退回去 好衰喔 對 這個我有遇過 沒有破綻 什麼 在社群網站上面 我相信大家 大家都會有相同的經驗 就是社群網站上面 他就有在賣東西 對 然後他的網站 你點進去 弄得跟真的一樣 我直接講啦 就是賣樂高 他就給你一個樂高的圖片 然後買 買大盒送小盒 只要小盒的價錢 他說他們什麼 跳樓大拍賣啦 反正怎麼樣 我想說怎麼可能 這也太好的事情吧 買大盒送小盒 而且是小盒的價錢 而且就像你講的 貨到付款 對啊 好 那我就按了 訂了嘛對不對 隔兩天真的就送來了 可是送來了以後呢 因為我很心急 我就把它現場打開 它上面 樂高 的標誌是不對的 比如說是熱低 不是 負牌 熱胖 就是不一樣的字 就對 你看怎麼會是這樣 然後好險 我趕快坐電梯拿下去 因為我已經現場付了嘛 對不對 那我趕快坐電梯下去 找那個快遞公司的人員 那個快遞公司的人員 不管他的事 他只是負責送東西 對 我就說這個好像不對耶 我可不可以不要收 你錢還給我 不行 我跟妳講 那一個快遞公司的人 他就還給我了 怎麼可能 以前 我跟妳聽我講 然後他就還我 我說這個不對 跟圖片的不太一樣 你幫我退回 他就拿回去 可能那個人是新來的 還是怎麼樣 可是 我好險逃過一劫對不對 可是照理說 就像阿諾講的 那個人會說 你已經付錢了 然後你已經打開了 這不關我的事 你找那個商品的客服 對 那你打去當然是沒人接 或是永遠找不到嘛 萬一你看他剛剛講的 那種很大額的 那怎麼辦 網路上面真的很多詐騙的 講真的 真的 就在臉書上面 而且趁機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喔 有在看二分之一想知道 拜託 我 我現在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賣多少東西 真的 妳有賣壓力庫嗎 壓力庫 我跟妳講 我同一張照片 而且那張照片是怎樣 那張照片是我在電梯裡面拍一個推車 然後上面全部都是鞋 是 為什麼我拍那張 是因為我把鞋拿去 那個非洲的機構救鞋救命 然後是要呼籲大家有這個活動 捐鞋 家裡多出來的鞋子 對 然後我那張照片現在已經不只被拿去賣小白鞋 賣高跟鞋 同一張照片 不知道賣了多少哩哩口口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還有人受騙上當 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真的 因為真的 如果是我們藝人自己推薦 一定會在我們自己的粉絲團 對 大家要求證 因為現在FB太多假的東西了 而且更誇張的就是也發生在本節目喔 怎麼了 說 來上我們節目 對 然後賣比特幣 對 對 然後他就傳簡訊給我說 我們什麼時候有訪問過郭董 然後這兩個還說 有啊 你忘了嗎 對 這現在很誇張 這個還有 落上新聞喔 新聞台有多 然後你知道我們不是每次錄完之後 我們就會來賓跟主持人拍照嘛 對不對 然後有一次不知道是誰來那個 來宣傳 然後我們手上就拿了 類似像人家的書或是CD這樣 他的宣傳品 他幫我Key成包包 然後就說這個包包 在我們節目也有介紹什麼 現在就超多這一種 真的 好誇張 所以大家真的要懂得分辨 就是應該 而且他移花接目的很誇張喔 就是他用郭董的照片嘛 背景是我們的背景喔 對 哇 好用心喔 好像真的一樣 現在詐騙集團 我覺得真的是很有腦袋 但是詐騙集團為什麼 不把小梁哥的臉Key成孔流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大家就會發現 可能有一點 因為身材不對 什麼不對 差太多 差太多 沒有 很容易 但是我覺得大家真的是 網路購物一定要去那種大網站 千萬不要再去FB 因為FB十個 九個半一定都是騙人的 我爸是被騙一次 他還不相信 他還買第二次第三次 最後就說不要買FB 還被騙三次喔 那我個人是有碰過像GINO哥的事情 我就是在網路上賣手機 然後標價八千 然後有一個人跟我買手機 他就說 我想送我弟弟當生日禮物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行喔 那個我想要面交 他說沒關係 那是 我會款給你 再寄給我弟弟 那是生日禮物 然後他不在台北 我說 可是現在很多就是網路詐騙 那我怕說 如果中間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可能會不好去做解決 他就說 我覺得你人好好喔 我非常相信你絕對不會詐騙我 我說好吧 那我就把寄出去的時候 我把每個步驟都拍給他看 然後一個月後 我收到 警察局的電話 他就說 途小姐 對 很執著大家姓什麼 途小姐 妳是不是在網路上賣東西 我就說對 她就說 是不是八千塊 我就說對 然後我想說 知道很詳細喔 我跟你講你承認就好 那個警員說 我只不承認 但是他說 你是不是賣一個包包 然後我說 不是 我賣一個手機 他說 不然你明天到案說明一下 然後我想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結果你知道他們有多聰明嗎 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哇 還有圖片 對對對 這個是我 這個是那個詐騙集團 然後他在網路上賣一個包包給C 也是賣八千塊 結果他就把我的帳號給C 之後就說 請他匯八千塊給我 匯完之後 他是會把那個匯款資料給他 是 他就跟我說 我完成匯款了 然後匯款資料是這樣 我去對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對 對 都沒錯 都沒有錯 所以我就出貨了 這小姐沒有收到他的包包 他就去警察局 就是告說 這個帳戶擁有人 詐騙了 庫山小姐 對 就是詐騙了他八千塊 沒有把包包寄出去 然後我的帳戶就被凍結了一陣 我前女友在PC後買了一個衣服 買幾件衣服 總共花了差不多一千 一千一百塊左右 然後就是我女朋友就是在那邊 就是 待在那個宿舍嘛 然後突然接到一個電話 就說我們是什麼PC後 不好意思 你最近是不是買了衣服 花了什麼什麼多少錢 對啊 我女朋友因為買了嘛 她說對啊我有買啊 但是不好意思那個客服人員說 不好意思 你不小心按到分期 你這樣的話二十那個 什麼二十四個月分期 所以你要每個月都要付1099這個錢 所以你現在要處理我幫你 然後我女朋友覺得很擔心 那時候很單純 因為大一而已 所以她第一次接到這種詐騙集團 她也不知道她是詐騙集團 然後她是她那個詐騙集團 就開始給她一個流程 你現在聽我說 我講什麼你來做就可以了 然後她說 你這附近有最近的便利商店嗎 我女朋友說 有有有 她去了Seven 然後到了Seven之後 你現在看到有蠻牛嗎 有有有有 打開喝下去 幹什麼 不是啦 有這麼累 然後到了之後 那個客服人員跟他說 詐騙集團跟他說 那裡有那個iPhone嗎 他說有有有有 然後就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 他開始給她按流程嘛 那裡有一個什麼點數 他們是用點數的方法 就是詐騙 好點數超多 繼續加加加加加 加到底 然後我嫁完了 然後你就付款 然後就沒有了 就是用這種方式詐騙 然後我女朋友當時以為是真的 被詐已經付款了之後 她回去看 打開電腦看 PCO好像是已經都付款OK啊 然後她又打給PCO原本的客服人員 不好意思我是什麼什麼賬號 我現在好像 我剛剛付款這是對的嗎 那個客服人員說 好像你被詐騙了 然後我女朋友就大哭 用這種方式詐騙 被騙多少錢 5萬塊 太多了 因為那時候很瞎的是 她剛開始 她去那個便利商店買完 點數要付款 然後店員跟她說5萬塊 她也付下去 天啊 太壞了 我跟妳講那隻店員跟我說要收5萬塊 我就應該醒過來了啊 你會不會太不了解自己 跟你講收500塊你就醒了 是耶 而且你剛剛說是 她是用電話跟你們講嘛 對… 我在台灣是碰多的是 他們會發一些電郵 就是我有一次我在Yuka咖啡 然後更好 真的這個是還好 我在那個看我們的電郵 然後我看到有一個奇怪的一個電郵 她有寫了 不好意思 你看到這個電郵請跟我聯絡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必須要跟你們講 對 那我看到這個電郵 我覺得非常好奇嘛 因為有時候可能就要 有什麼電郵會引起你的好奇 因為這個是公司的電郵嘛 對不對 那我是怕是不是有一筆錢 我們沒有匯給展商 或者是我有什麼事情 我們沒有做得好嘛 那我就用電郵回答她 那我就跟她說 不好意思 我這邊是Yuka咖啡的老闆 那我沒有收到這個電郵 請問你是誰有什麼事呢 然後後來就是過了一天 她又回覆我 然後跟我說 我是在 然後這邊是跟銀行有很大的關係 那你們 你們這邊 我這邊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錢 50萬台幣 必須要匯到你們銀行 那請你給我你們公司的資料 銀行的資料還有個人的資料 我才把這個錢賺給你 然後下面還有寫一個連結 但請我按這個連結裡面 然後這個連結裡面 我可以把這個資料全部賺給他 但還 就是有一個人平白無故要匯50萬給你 對 你聽到這邊 你帳號趕快給他 這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 我真的覺得是還好我看到 因為我已經有碰過這種東西 因為我是怕如果他們發給我們公司 一個我們的員工看到 不小心 然後按進去這個連結 就會完蛋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有時候你按這個連結 你按 你只需要按 他會自己再安裝一個系統 下載很多東西 下載你所有電腦你的電腦 對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是 他會知道你 一個病毒 你打所有的東西 所以還好我看到 然後我就 我後來就是跟我們的員工說 請你看到這種的東西 不要按 因為這個是一定是 對 不要按 跟你回來再按 這種連結在台灣真的很危險 我記得之前我朋友還穿一個 他就是 他的那個帳號被 倒用 對 他帳號被倒用 然後他穿一個訊息給我說 一個 長得很像一個YouTube的一個連結 然後說 這個影片很誇張 裡面是你嗎 就是要你去點進去 然後你點進去 真的是我馬上點進去 你也被倒用了 那我覺得有一些小方法 我覺得一個 就每次都是Mail 你可以看他的 他的那個Sender是誰發 你會發現 他每次還是寫一個例子 然後每次都 你看得到 其實他不可能是那個官方的 但是他寫得很像 所以要看得很仔細 可是還是稍微可以看得到 對 很多的網紅的朋友 他們也是這樣 很多人不是要去申請那個藍勾勾嗎 你就會把你的那個E-mail 就發去給Instagram 但是回復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被倒用 但是他看到 可能他也沒有注意細節 他就按進去了 然後他就把自己的帳號的密碼 也給進去了 是 然後後來他回去看那個E-mail的時候 如果你是發給Instagram官方的話 可是他回復你的 是一個Gmail.com 這個就很奇怪了對不對 對 對 所以就是他是拿了人家的抬頭 但是是自己的E-mail發出去的 所以這個很有鬼 我真的很開心今天可以來上這個單元 因為有一個事情我真的是 已經很多粉絲有跟我反應過 這是一個在台灣最近流行 這幾年流行的一個詐騙 然後這個詐騙有影響到我自己私下的生活 他就是在網路上IG啊 或是一些交友軟體 他就是假裝他是一個美軍 一個已經搭完站的美軍 然後你看美軍通常是很帥 然後又穿著那種軍服啊 然後就是肌肉也很大的那種就是 就女生覺得很好看啊 然後他會故意去找很多 就是可能年紀稍微比較大一點的 還沒結婚的女生 然後這樣一直跟他們好跟他們聊天啊 然後說對我剛剛退休我是軍人啊 然後就是我覺得你很可愛我很喜歡你 反正就是讓那個女生愛上他 愛上完他之後他可能會說 我真的很想見你很想見你 但是我現在家庭有問題啊 然後如果我要處理這個問題 我就沒辦法飛去台灣見你 那還是你 然後那個女生就心軟說 那還是我幫你好了 他說什麼事 他說沒有就是有一個人生病啊 然後要花一點錢啊什麼的 結果他就跟你講說要多少錢 那個人就會回錢給你 給那個美軍 退完錢之後那個人不見了 然後就是因為他是美國人 我最近有好多粉絲 在找我談這個事情 問你認不認識 找你做什麼 他說我想問你假的事情 為什麼美國人是這樣 對啊 為什麼美國那麼愛騙人 這才不是 他說我很多粉絲說 我想說因為他是美國人 我可以來這邊問你 我說我是美國人 他是詐騙集團 他跟我無關啊 但詐騙集團是不是美國人 對啊 他不是 因為他有一個女生 他給我看他們的對話 他是用破爛的英文 那是美國人沒錯啊 好 美國難控人好嗎 對不起 真的很誇張耶 你千萬 如果你說那個美軍的訊息 他想要跟你結婚 要你的錢 不要給 那不是美國人喔 不要再找我 有啦 這個新聞就有報啊 對啊 上次有一個 一個太太 有一個熟女嘛 然後就去郵局匯款嘛 喔 他就不讓他匯嘛 結果那個警察都來 說你真的不要匯 那個是詐騙集團 然後那個熟女孩說 我不能 我一定要匯不然的話 他會不理我 國家目前有聽過最 popular的 最夯的詐騙集團 德國 德國我覺得蠻 蠻厲害的 比較容易會被騙到 我覺得是 租屋詐騙 租屋詐騙 欸我有一個朋友 他 他在漢堡 可是他需要去 去柏林出差 然後他想 嗯 做個那個 Airbnb 然後他 他有一天收到一個 電郵 然後有人 在電郵裡面 就 給他說 我有看到你有在找 房子 房子嘛 我給你 給你也提供這個 他有提供這些照片 蠻漂亮的 看起來還不錯嘛 挺好的耶 而且價格就很好啊 好像是 一個月什麼 兩萬 這樣子 台幣 兩萬台幣這樣子 很便宜 可是沒有騙你到 讓你馬上就覺得 是詐騙的那種 所以 是有可能會有這種價格 然後他想說 喔好 他就是 回那個電郵 然後那個 那個寄電郵的人就說 可是我人 目前不在柏林 所以沒辦法用面膠的方式 你先匯款 然後我會寄那個鑰匙給你 然後那個人就覺得 問題是柏林工作很多 可是房子很少 很多人就是要 搶一樣的地方 然後他覺得 我要趕快把握這個機會 他就直接匯款了 然後等了 鑰匙這麼多還沒有來 奇怪 他還有提供那個 那個地址 所以他也找了什麼 搜尋什麼都找得到 確實有這個地址什麼的 可是他打電話 沒有人接 然後他就覺得奇怪 然後他那個鑰匙沒有拿到 後來就是發現 就是有人 就是 隨便寄一些電郵給很多人 那偶爾會中到就是 可能有人真的找房子 然後我就回覆 這樣子 那他就拿到 這樣兩萬台幣這樣子 這個之前在台灣 我那時候在找租屋的時候 其實有發現 在滿有名的那個租屋網上面找房子 然後就 他偷的照片都超漂亮 就是那種歐系 那種很美 可是價錢超便宜 就是感覺那個有落地窗 然後很美 那雖然說他是在新北市 但好像就是很吸引人 然後打過去的話他就說 這個房子很搶手 很多人在看 不然我們約明天看屋 但你先給我一千塊的押金 我幫你把它握起來 就有點說 先讓房東不要把它租出去 所以有些人就會想要 想說 想要嘛 反正說明天我們見到面 我就會把那一千塊還你 如果你不要的話 聽起來好像好像很OK 而且你聽起來說一千塊很容易 還是還好錢這樣 對啊 也是小錢 所以最後發現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很好奇 可是看起來就很像詐騙 我就打算去問 其實騙他的都小錢耶 不是手機一支就是一千塊的 可是他們現在 我覺得詐騙集團知道說 有的時候大錢大家就會起疑 所以小錢反而更好詐騙 小兮兮 對 然後有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很多人被詐騙小錢 他們就會想說 算了 學個經驗 他們不會去報警 對 所以這就是他們抓到我們懶惰的心態 真的 想說算了 但是千萬大家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 這個很有道理 這個我也有過 這個我也有過 在台北 就看了就像你說的 漂亮 然後價錢OK 然後我想要看那個房東找了 非常非常多藉口不見面 他說一開始說他在國外 後來他說他忙 反正他完全沒有辦法出現 除非我先付錢 對 就是你對 我覺得如果對 就是要先教你付錢 就一定是有鬼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講的真的是有道理 如果錢沒有很大的話 他們就覺得 等這個一個經驗 不用去跟請假說明 對 租的我在台灣真的有遇過 而且我在那個也是網站上面找的時候 然後他 問我的第一個問題 他問我你是不是台灣人 那我當然 就是你可以跟他私訊嘛 我就跟他說我不是台灣人 然後他就問我你是不是第一次租房子 我說我是第一次租房子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說 你的被騙價值已經提高了 對 而且那時候不知道 那他問我就答 然後那個時候他就說 不然先這樣 你先付我五千 然後如果OK的話 而且我看了照片 我都覺得很OK 然後他說如果確定了的話 這個五千塊就變成是你的押金 你之後再補足就好 聽起來好像沒有問題 然後他說如果你看了你不喜歡 關鍵來了 他說我會退還給你 他沒有說退多少 後來我就去看 然後他也出現了 就開開門 他還出現 他有出現 他出現了之後呢 就幫我開門 開完門了之後呢 他就走了嘛 他就跟我說 那你再想想好了 如果你覺得不適合的話 你再告訴我 然後後來想了一下 我覺得可能一些地方 我覺得一些條件不太適合 他就說 可是你進去看真的跟照片一樣嗎 呃 是比較老舊 但是我覺得是他說話的方式的問題 到最後他就說 我就說我不租了 他就說好 那我退還給你 他就拿一千塊給我 五千變一千啊 對啊 為什麼 對 然後我說可是你說 而且那一千塊 順於圖小姐的一千塊 後來 從那裡看完房就過來是不是 對 對 然後後來他就說 我就說你不是說五千都退還嗎 他說沒有你看一下你的簡訊 我說我會退還 我沒有說全數 好賊喔 然後我覺得 可是那個時候我被騙了 然後我又覺得 我第一次租房子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看房費 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把這件事 問了很多朋友 他們有說 看房子不用付錢啊 沒有啊 為什麼會要付錢 然後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這個人 他做這個有風險 因為他要跟你面對面 對 然後呢 你要跟我要錢嘛 我只給你一千塊 可能兩個人就會有爭執 對啊 搞不好扭送警局嘛 所以這個人是有風險的 所以這一套方法是不對的 好不好 有什麼問題 你來問組長 不要詐騙教訓 你在教什麼組長 我覺得剛剛圖小姐那一種 比較好得手 OK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來 我跟你講一個 一個美國的 我們最近流行 拘捕的詐騙 特別是在交稅的時候 交稅的時候 因為我們美國人 大部分是自己算稅 所以有可能是可以算錯 然後算錯的時候 那個這個人就會打給你說 我們是FBI啊 我們是CIA或是什麼 所以真的有這個單位 會可以這樣子逮捕你就對了 對 對 因為他會覺得說你是掏稅 他說你今天你交的稅 你少了一千塊美金 那我們就這個拘捕 然後你就一定要交這個錢 你說怎麼可能我沒有掏稅啊 我也不想這樣被抓 他就會匯這個錢給他們 我們美國很多人都被騙過 這個我們早期也是啊 說什麼你的房子被扣押了 所以你要付多少錢給檢察官 他才會把你那個有沒有 然後叫你去ATM按多少 有沒有睡筋的問題 告訴你叔叔你在講什麼 對 那哪個年代的啊 對啊 這個 其實有些什麼事情 你可以趕快來問主 巴西現在非常流行是 中獎 中獎 這個怎麼也玩過啦 太老猶了 我覺得巴西真的真的很多啊 那我們家那邊的我的阿嬤 她被騙過一次 因為巴西人他們會知道 如果是他們會直接對老人家 是比較簡單 因為老人家也不明白很多事情嘛 那你跟他講什麼 他會非常容易相信 那有一次就是這個詐騙 有打電話給我家 然後阿嬤就接到了 然後那個詐騙又開始跟他說 你有賺到了 你有賺到了五十萬 五十萬塊 那我們這邊是會幫你匯這個錢 但是我們這邊會 必須要先拿到一個回率費 所以你必須要先把這個錢 換給我們 給我們 然後我們才可以把這個五十萬塊給你 那結果阿嬤就開始準備資料 去銀行做得很開心 那回來他 他到我回家的時候 就去找我爸爸 然後我跟我爸爸說 兒子 兒子 我跟你講齁 我這邊又轉到了五十萬塊 阿嬤為什麼模仿成為民主 對啊 為什麼到 我轉到了五十萬塊 好開心 我爸爸超生氣你知道嗎 而且我爸爸還是罵我的阿嬤 然後我爸爸就跟他說 你接到這些電話 你一定要先跟我講 你不要相信這些人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 他是不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後來他又把五萬塊台幣 賺給他嘛 那那個就不見了 中獎的我也被騙過 中獎的 很年輕 很年輕的 很年輕的時候 主長 主長他就是說阿 他打電話來就說 恭喜胡小姐 你有抽到一個什麼獎項 我們這次什麼什麼什麼的公司 然後因為他一定會有去查過 你在哪個公司 隨便講到 你在小兩百貨 然後你消費了多少錢 然後呢 因為我們有在辦抽獎 那我們這次辦抽獎 辦在高雄愛河 那在譬如說 6月12號的中午12點鐘這樣 我們要邀請你到現場來參加 然後我就看一下 我說 6月12號 可是我不在台灣耶 他說沒關係 那因為很多人都沒辦法來 所以我們可以把你的 中獎的這個獎金 寄給 匯給你 但是就像他講的一樣 他說要稅金啊 稅金會來 所以你要先匯給我們錢這樣子 那我在那次我抽中90萬耶 對啊 太多 90萬耶 然後他就說 那你要不要先匯給我這樣子 那因為 比如說他好像只有幾天的日期 就是三天還五天之內要匯款 這樣 因為他們要結清這個中獎的這樣 一切聽起來都很合理 所以我就匯了三萬過去 你有真的匯喔 然後我真的就匯了 那時候被鬼迷心的翹 然後呢 我就跟我朋友講了這件事情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是詐騙幾段你們還吃喔 我說怎麼可能 你們都要當我財路 還要罵朋友 鬼迷心小說很恐怖耶 鬼迷心小 但後來我自己冷靜想想 就是哪來那麼好的事情耶 你玩什麼東西又抽中90萬 可是這個我真的小時候有遇過啊 就是也是啊 可是他更高 他是前一天先寄那個明信片來 就是說你中了一台車 然後呢想說 我中了車子 然後你就開始覺得很懷疑 我在哪裡抽獎嘛 可是第二天他就打電話來了 他就說那個李小姐嗎 請問一下 你是不是在哪個什麼超市 買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有幫你抽獎 就是你抽到的一台車 大概價值80多萬 大豬大豬 誰叫你幫我抽的 對 然後我說真的嗎 他說對啊對啊 然後可是呢 他就開始說 那你要不要留下你的一些資料 他說但是沒有關係 如果你覺得有疑慮 沒有關係 你先不用留 反正你看到車子的時候 你再跟我 再告訴我們你所有的資料 但是呢 因為這個就是一樣嘛 他一樣有期限 所以呢 他就說 那除了這個車子之外 還有一個稅金 你要先付這個稅金 那這稅金是兩萬多塊 他兩萬多塊想說也不多啊 因為一台車子80萬耶 然後我想說好耶 然後我就掛完電話之後 我就準備要去匯錢了 然後我媽就說你要去哪 我說我要去匯錢啊 兩萬塊我這麼80萬的車子耶 然後我媽就說 你記得是在哪間超市買東西嗎 我說不記得啊 然後她說 然後她還說媽 你不要問我那麼多 對 然後她就說你有看到車子嗎 我說我也沒看到車子啊 她說那他們有留電話給你嗎 我說沒有啊 可是他們說等我匯完款之後 他明天會打電話給我啊 我媽說那如果他們沒有打電話給你 那你不是就白匯了嗎 對啊 我說對齁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匯了 妳應該直接就去那個 問他哪一個超市 妳就去那個超市啊 對 因為我就聽到中獎之後 其實根本就不管說哪個超市 就覺得自己很好幸運 韓國是不會打電話 練對面詐騙 練習生詐騙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韓國的娛樂圈就是K-POP很流行嘛 因為小孩子想要當明星 父母盡量想要給他支援對不對 但韓國就是有一些詐騙 詐騙集團就是用這種方式 比如說把自己改造成就是 我是一個很大公司出來的經紀人 我人脈超多 比如說我是YG SM出來的 如果你跟著我 你就有很多路可以走 用這種方式給他名片 但是這樣的話 就是被收到名片的那些菜鳥 就是沒有出到的那一些年輕人 不覺得就很開心嗎 我真的有出路了這樣嘛 然後就去訪問那一些經紀公司 但是那一些經紀公司 那些詐騙的方式就是來了 他們就是說不好意思 我是大家公司的那個經紀人出來的 我們經紀人不能賺太多錢 我們公司現在規模沒有到很大 但是如果你跟我們簽約 我可以養成你什麼GDragon 這麼大的明星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錢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資金 所以你先給我一筆錢 然後我就來拿這個錢先培養你 然後你簽約之後 你後面你賺到錢 我把這一筆錢扣掉 用這種方式 但是剛開始真的有培訓 開始有什麼跳舞班啊 什麼都有 但是後來就是15天 10天過後 那我公司突然不見 真的不見 這我們小時候高中的時候 有常常有啊 那種新宿車站又在門口 什麼士林夜市很多啊 台北車站西門町 對啊 那時候因為我們是義校嘛 所以就很多同學就是明星夢 然後去逛夜市的時候 就會有人訂名片給你 然後他就真的幫你錄音 錄CD 然後錄完之後他還幫你拍照 可是那要 交五萬塊 對 然後交五萬塊之後呢 他就幫你弄了一個很粗糙的 就是封面啊跟CD 然後他真的拿到學校來說 他出唱片了 那可是後來他再回去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已經都不見了 那馬來西亞有一個 猴子詐騙 對 他其實基本上是跟你說 你要去投資一些外匯 那他們的這些成功人士呢 他就會用一個這樣子的 金字塔的一個結構 來跟你說 那是金字塔的 那上面這群人呢 他們就會去做一個大型的講座 然後邀請大眾來 然後當然他們來的時候 就是會開跑車啊 穿名牌啦 就炫耀自己的行頭 然後他會在這個講座上面呢 告訴你 我投資這個外匯 我的成功的比率 是什麼樣的案例 然後我投資了多少錢 一天賺多少的被動的收入 所以他聽起來 跟很多那種辛苦打工賺錢的人 聽起來就很很有吸引力啊 然後他會跟你說 一天的那個被動的報酬率 到底有多少 我就真的有一個朋友 他就去了這個講座 然後他聽起來也覺得 很對啊 我把我的錢放在銀行 也是這麼一點點的利息 放在他們那裡 感覺就 就是另外一個不同的故事 然後他在現場 他就 當場 他就 進去 然後後來投資了25萬進去呢 當時那個人還跟他保證說 他的代理人就跟他說 我保守估計 你的這筆金額 聽起來就 一天喔 一天 所以聽起來就很厲害 然後他說如果你在繼續做的話 你就會 去到就是 那個講座的 那個人的 那種樣子 然後後來 他過了幾天之後 他就投了 投了幾天之後 他去查了這個 外匯的匯率 他虧了好幾萬 然後他也覺得很奇怪 你不是說 會 一天大概賺150美金左右嗎 可是他代理人就跟他說 其實你才剛開始啊 你為什麼要那麼心急 然後 其實這個 有賺有賠嘛 那個匯率嘛 是會波動的 對 後來他就說 我覺得你應該做的就是 你要再投 你要再投才會讓你的整個投資會 洗錢了 對 然後他就會說 你要用你的錢來賺錢 他說嗯 然後後來他經過一番的這個講解之後 他又覺得好像可以 然後後來他第二筆又要再投再20萬 後來他的代理人就跟他說 你的這筆20萬 會到我的私人戶口好不好 然後我再幫你交給公司 然後他就 為什麼我的投資 對啊為什麼 要是你的私人戶口 他說 因為我是你的代理人啊 然後我朋友起了疑心 他就報警了 他報警了之後才發現 他投資的這家公司 其實已經被國家銀行 被列入黑名單了 哇 而且你投資的 他覺得是外匯對不對 但是你投資外匯的波動呢 其實是 這一群人控制的 也就是說 你投了錢之後 他要你賺你就賺 他要你賠你就賠 他要你賠你就賠 所以真的要看清楚這個事情 真的 但是因為沒辦法 有時候就稍微會有點貪心 幾年前那個台灣 有個非常大的 也是這種投資詐騙 然後我個人 那時候其實不相信 但是我還是有把錢放進去 因為他就是說 你給他一萬塊美金 他每個月差不多會撥 八千多的錢給你 然後一年後 他一萬塊還會還給你 這樣是一倍多的 那個賺的利率耶 所以那時候想說怎麼可能 可是我就放進去之後 的確是錢就有一直回來 然後那時候為什麼 也想要放進去 是因為有聽說 有一些知名的藝人 也有把錢放很多進去 結果我大概放到 第十個月的時候 這個集團被擊破了 然後就被抓了 然後鬧上新聞 所以那些錢都虧了嗎 我算是有拿回來本金 所以我沒有 但是我所有身邊的人 他們每個不是就是 三百萬五百萬 是一千多萬的 就虧在裡面 你根本就小綿羊了 對 我就一萬美金 而且我就是那些利息拿回來 我等於說說我沒賺 但我可能也沒有賠很多 然後其實那時候 我其實覺得還好 是因為他那時候 還說介紹人的話 可以有不知道一百塊 還是兩百塊 美金的介紹費 我還去跟哈孝遠講說 你最近有沒有 但還好 哈孝遠就一直說 你明明就是 他這個就是有點像 直銷老鼠會的感覺 你手前奴一短還這樣子 這一聽就是詐騙 我說聽起來真的很像詐騙 可是我有拿到錢耶 但他還好他沒有 還好你有 對啊 等於不用賺了 你有回收就好 至少沒賠 我老公也是 他在美國就是年輕的時候 他就是在那個酒吧 認識一個朋友 然後朋友介紹他去 就是也是像這樣 就很像那種老鼠會一樣 反正他就是入會呢 就要繳一千塊美金 然後繳一千塊美金之後呢 他就會送你一顆鴕鳥蛋 吃嗎 就真的鴕鳥蛋 就等於是來店裡之類的吧 然後他反正就是要找下線就是了 反正他就是這樣靠這樣就一直往上走嘛 就金字塔這樣子嘛 那可是呢 因為一直他就是一直都沒有找到下線 而且那個鴕鳥蛋的那個 快孵出來了 快孵出來了 所以他就很緊張的 他就想說 那不然我再多買幾顆蛋好了 就是趕快可以 湊滿十個人 他就可以升到另外一個Label這樣 結果他就買了大概 快六七顆鴕鳥蛋在家裡 然後他就放在他們家的那個 就是那個停車倉庫裡面 結果殊不知那個鴕鳥蛋很快就孵出來了 真的是鴕鳥 鴕鳥就長出來了 然後長出來的時候 他還是沒有找到下線 因為其實還滿蠢的吧 所以呢 那個鴕鳥就一直在他們家那個 天啊 上場 他只要每次要去開車的時候 那鴕鳥還會咬他 所以他就一直要躲那個鴕鳥嘛 他就沒辦法 他就想說 好 那就算了 他就當作是吃虧了 他就想說把這個鴕鳥呢 就是找那個他們家附近的鴕鳥農場呢 可以趕快把它帶回去 結果那個鴕鳥農場一來 看他知道說 他就一隻要收一千五 還要收錢喔 還要收錢喔 對 他要收一千五百塊 才能把一隻一隻的帶回去這樣子 後來他沒辦法 因為他不可能把 他棄一個自己開鴕鳥樂園 結果 後來這沒辦法 他就把錢都付掉之後 才發現原來是那個鴕鳥農場 就是他們那個公司 是有點像用詐騙的手法 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比較想知道 他那幾隻鴕鳥後來咧 就帶回去啊 就變成鴕鳥農場 帶回去 他花錢把... 就是請他們帶走 一千收養 我在義大利的第一份工作 但是我後來沒有真的去做 我只有做一天 就是我有參加一個那種做水電的 不是裝水電 但就是去幫你改那個水電的合約 然後有這個義大利的南部人 他第一天就帶我去工作 然後都是那種推銷的 一家一家一家去找 因為義大利都是就是安門領 然後就整個大樓都去做 然後我們就是那個第一天 我們就是... 就是找人家給我們看 他們現在付多少水電的那個合約 然後就看 然後那個大樓 不管他們講多少錢 我的那個老闆 他可以比較便宜 他都可以比較便宜 通常一個義大利的那個水電費 大概是一個月一千多塊 然後他就是去每個家 一千都很貴啊 我們可以這樣 九百也可以啊 媽媽咪啊 九百 然後我們就... 大部分的人都會直接關門 可是呢 五十個人裡面有五六個 跟我們簽了約 他簽了約 然後... 然後我們就... 就是都算他比較便宜 然後他在現場拿了那個定金 給我定金的一個部分 那個是我賺的錢 所以我就是這樣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你一天可以賺大概四五千塊 而且基本上是合法的 基本上 結果呢 我後來... 我就是覺得這個做法太恐怖了 我覺得這個工作真的很不OK 我直接立刻沒有做 後來我研究一下Google 我發現非常多人狂抱怨這個東西 他們說第一個月九百塊台幣 沒錯 第二個月三千塊 第四個月一萬塊 它就是越來越貴 而且它不是每一個月發贈單 它就是三個月發一次 到第三個月 你已經要付萬 破萬的 而且你就是要付 而且你付了之後 你還會覺得太恐怖了 我要取消 OK 你取消違約金 也是破萬的 我老公小時候他遇到一個 可是他這個是 強盜詐騙 婆娘咬他 用牆的 沒有 因為我老公他們是單親家庭 他媽媽就是帶了三個小孩子 然後有一定是在家裡 那就有人按門鈴 就打開來是一個人 他是煤氣公司的人 他就說 你們家好像有接到那個 有人在報說 你們家有煤氣外洩 然後他要來檢查 那因為媽媽聽到 他媽媽聽到當然想說 我有小朋友在家裡 就很緊張嘛 就讓那個人進來檢查 然後我老公那時候他七八歲的時候 他就在外面玩嘛 他就聽到房子裡面叮叮咚咚的聲音 後來他跑進來看到 他媽媽已經被五花大綁 然後嘴巴被塞住這樣子 結果那個人是進來 其實是強盜 他是假裝他是 不會是警察 不會是煤氣公司的人 所以如果不是警察的話 千萬不要開門 我跟你講遇到這種事情 真的不要輕易行事 也不要相信他 趕快多跟親朋好友聯絡 讓他們給你提供意見 這才是對的啦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都自己講 下次見 拜拜 有時候心靈空虛的時候是最 理智憲是最薄弱的時候 很容易就被攻破 這時候就最容易被騙 有沒有被這種色情詐騙的手段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有可以分享 但不是我 蔡先生 你怎麼樣色情詐騙別人 不是我 是另外一個朋友 因為講真的 現在大家的Facebook 或是LINE 常常會收到一些女生的頭像 很漂亮 然後是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然後要跟你交朋友 那我想說這種你怎麼會 你會相信 還真的很多人相信 所以你都按讚 我都按現在還不要 稍後再說 沒有稍後再說 就我有一個朋友 他最近發生一件事情 那我們就聽他講 他就 他的LINE上面就 接到一個女生的頭像 訊息他 他說我是小胖的朋友 那我聽小胖說 你很喜歡看電影 他說 對喔 我真的有個朋友叫小胖 是 殊不知每個人的生命中 都有一個小胖 就是美國版的John 對 然後他就說 對 我就是色域熏心 他說對 我很喜歡看電影 就聊起來 聊電影 我開始天花亂追 電影聊到美食 聊到什麼這樣 就開始變成一個網路上的朋友 LINE的朋友 但過了一陣子之後 他就會開始回說 我最近 心情不太好 就開始聊心情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家裡面發生一點 經濟的狀況 那 因為忽然很大筆 那爸爸又借了高利貸 我為了要迅速還債 我到了特殊的場所來工作 你放心 因為我不是要騙你的錢 我不是詐騙集團 是 我不是要你會請給我 沒有 但是呢 我在這邊做得真的很辛苦 然後我今天 因為這幾天 我姨媽來 我真的很 我真的覺得很累這樣子 請他姨媽吃個飯 另外一種姨媽 是 他說那可不可以 你幫我個忙 你來招待所 你來看我 對 我們要騙你的錢 我們就在這邊聊聊天 對 那你就付一些基本的費用就好了 就好 那其實他聽起來覺得說 這樣子對嗎 可是他真的好可憐喔 那他也沒有要騙我錢 他也不是說 要我會錢給他而已 對 他是真的在那個地方等我過去 他說好 他就約了地址也給他 晚上就過去了 然後過去就去到一個招待所 就很像那種Piano Bar這樣子 帶進去包廂裡面 就有一個媽媽上進來 結果他解釋完之後呢 反正兩個小時 他就出去了 再來呢 就進來四個飄行大汗 在旁邊看著你唱歌 然後這兩個小時 點錯了是不是 也沒有 沒有點錯 還點錯 這兩個小時之內 沒有任何一個女孩子進來 你要先走也不讓你先走 就兩個小時 你要唱完他 付七千五 然後那些保鏢就站在那邊說 這不是火力拳跟GINO 沒有 不是我去的啦 對啊 然後又回來跟我們抱怨 那我們就覺得說 這種事情怎麼可能被騙 那他後來怎麼離開 付多少錢 付了就兩個小時 七千五低消 一定要唱完兩個小時 他想先走還是不行 他不能付完七千五 然後先走 先走不行 不行 就不行 因為兩個大哥就站在那邊 看他唱完嘛 好真實喔 大哥還說 我們可不可以合唱hypo 神經喔 就是這種事情也會發生 但是我覺得男生很柔 就像你講的心靈空虛嘛 對啊 覺得寂寞嘛 很容易就 因為很多人有社交障礙 他們必須從網路上面 才敢去交朋友 可是你男生怎麼會相信 進入這種深色場所 不需要付錢呢 他覺得他相信付錢啊 但是他認為說 至少我付錢看得到你 我沒有被詐騙 是 對 真的很恐怖 我覺得那種什麼 心虛的時候就是會容易 空虛 空虛的時候會容易有一些問題 我之前去泰國 很久以前 還沒有開始在台灣錄節目的時候 我去泰國 因為那個時候很想要我做一些 跟演戲有關係的東西 然後在泰國其實 他們瘋狂拍很多好萊塢的電影 所以你在那裡做任 就是你待了一下下 你就很容易可以拍很多好萊塢的電影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是 就是參加了一個FB的社團 然後那個FB的社團 都是管理所有在泰國拍的電影的東西 然後很多外國人都是 都參加那個社團 結果呢 結果就是過了沒有多久 兩天就有一個泰國的男生 他發訊息給我 他說 你的照片真的很不錯 我有一個case要推著你 對 然後但是你要先來我們家 我們來我們家拍照 把我們要的照片給那個客戶 然後跟他說 那好 那要拍什麼樣的照片呢 然後他就是跟我說 要拍 就是你要跳 在那個 就是要一個男生跳在你背上 就是這樣 他還有發 他有發照片給我 一個reference 你要跳上去那種 小心腰啊 他就是要一個這樣的照片 然後我就跟他說 為什麼你要一個這樣的照片 對啊 蠻特殊的 他說客戶就是要這個啊 我說我這個 我不懂 那是什麼客戶 你可以想 這泰國的鬼片 你們就這樣走去行天宮 然後行天宮說 先生你後面有一個人 然後我就跟他說不行 然後大跟我說 不然你跳上去好了 然後我們就 你如果不能在前面 你就在後面 不然說我在後面 我說 然後我跟他說 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 就是我長這樣OK還是不OK 對啊 但我說 好啦我給你一千塊 蛤 蛤 我就開始哭了 我覺得 我的世界真的破壞 但接下來我給你一千塊台幣 就是一千塊台幣 為了 要拍這樣的照片 他要我去他的家 然後跟他做那個 然後他還開價給我 一千塊台幣 然後我在想 你哭的原因是因為太少 太少 一千塊台幣 太少啊 在台灣我看一下 開價至少多少 哇 五十 我看有一千一喔 我們盡量不鼓勵中 五百塊 五十塊 五十 可是我照片這件事情 我朋友之前在橫店拍戲的時候 有發生過 就是在橫店拍戲其實有點無聊 然後我記得他在休息的時候 他說有一天他也閒著沒事 結果微信就有一個 不認識的帳號傳訊給他 然後他就看 他就那個人就問說 你喜歡彭于晏還是往大陸 然後他講說 當然是彭于晏啊 但你是誰啊 你剛剛說當然是誰 你會被攻擊 不是我 是我朋友 土姓小姐 不是我 是我朋友 他就回他說 當然是彭于晏 朋友出來面對 然後他問他說 你是誰 然後他說 真是太好了 因為我就是彭于晏 我剛剛在山區拍戲的時候 彭于晏傳給你 對 不是傳給我 傳給我朋友 我什麼時候傳給屠三 我怎麼不知道 不是我啦 你不是朋友 我沒去過橫店啊 然後我朋友就在看嘛 他就說 我什麼時候在深山拍戲 我怎麼不知道 等一下 他後面還有他說 拍舞打戲被打飛 所以飛到山谷下 然後跟劇組失聯了 真的是飛太遠 所以我現在身上沒有錢包 不知道該怎麼辦 飛到山谷下他還沒死 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是很厲害 因為他是彭于晏 OK 真的是 然後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用微信 就是傳 師父 對 然後匯個一萬塊給我 等我回去的時候 我絕對會匯十倍給你 報答你 妳就說不好意思 我就是彭于晏本人 沒有 我朋友就說 蛤 那你有沒有受傷 掉下山谷 你還好吧沒事吧 然後他就說 還好沒事沒事 然後他說 那你可以先傳張照片給我 讓我確定你沒事嗎 就那個詐騙集團 就傳了一個就是從網路上下載 彭于晏超帥的照片 然後就自拍照再傳給他 應該是掉到他們那邊 有點髒髒的這樣子 對啊 我朋友一看就想說 騙校 就感覺就是有點騙人了 他其實本來就覺得怪怪 但他之後就想說 應該就是騙人的 然後他就說 哇 你摔下去還這麼帥 好啦 我可以幫你 我也不想要你那個什麼十倍的錢 帥下去 但我要你一張裸體照 然後 有了沒 他就大概等 等了一分鐘 然後那個人就回了 你知道他那個人就 一分鐘差不多啦 沒有 他就回說 你這個不要臉的傢伙 不給錢就算了 還想看什麼裸體照 不給錢想看免錢 不可能什麼之類的 我就生氣了 彭于晏嘴巴壞壞喔 然後我朋友就沒有理他 然後那個人就是罵了幾句之後 然後我朋友想說 一定又是詐騙 所以他就沒有理他 不過那時候他就跟我們分享 我們覺得也太好笑了吧 被打飛 會不會其實彭于晏現在真的還在三股 喂 怎麼可能 他很生氣耶 而且我發現他們騙不成都會 都會罵髒話 當然耶 絕對浪費時間 沒有辦法得逞 可是 我在馬來西亞有一個朋友 他的這個case真的最後得逞了 我在馬來西亞有一個 在電台工作的同事 他長得很帥 然後他常常就是會 發自己的照片 而且發得非常頻密 所以呢 很多在網路上 就有一些人會把他的照片 倒用下來之後呢 他就會傳給很多 在微信上 他就傳給很多不同的女生 然後他就是會照三餐 早安 午安 晚安 吃了沒 冷不冷 記得保暖 然後很多女生就覺得 哇 非常的暖心 然後最後這個賬戶呢 就會跟那個女生要錢 然後有一天呢 我這個朋友他就收到一個新聞 就有一個朋友發給他 他說 你怎麼會這樣子騙人家 他就打開 他就打開這個連結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新聞 他就說 有一個香港的女生 就匯了六十萬台幣 給這個男生 然後那個照片就是我朋友本人 然後他覺得很奇怪 他就跑去查他自己的銀行帳戶 沒有多六十萬啊 然後他才發現 原來別人倒用了他的照片 然後去跟人家虛寒問暖 然後跟人家要錢之後 有一個香港的女生 真的匯了六十萬 給這個假的帳戶 後來我朋友聽到非常生氣 他還報警 然後後來他在自己的Facebook上面 去看的時候他才知道 原來他的照片呢 已經被非常非常多的人 已經盜用了 而且假的那些帳號 大概有一百多個 這種真的很過分 對 而且他們的職業非常多 他會覺得我是飛機師 我是工程師 什麼樣的種類都有 就是這種有做組長的 在那個冒充自己是恐多 有啊 趙又婷這種也是可惡 沒有很像 很像而已 噴到沒乾冰了 被我抓到 吸出了 還不去換一桶來 還在噴 小龍哥無聊到要跟乾冰吵架 真的 但你說得沒錯 我剛開始錄一些節目的東西 就是那時候有稍一點點的知名度 然後就我的粉絲專業 開始吸引一些人到那邊去 然後 那時候我就 有一個人在用我的照片 然後他是用我的照片 去騙女生 然後他是上一些交友軟體啊 那我可以讓女演的嗎 沒有 我是很認真 然後 他們怎麼騙她們呢 他就用我的照片 然後用我的名字 然後去騙她們說 對啊 我是常常上電視的賈斯汀 什麼的 然後他會跟她們就是講的 就是 他那時候騙一些高中生 跟大學一年級 二年級 就是很年輕的女生 太老騙不到 因為是 因為他只能騙一些比較現在還沒有出社會的 是 看不懂 明智未開 是 然後 所以他是先跟她們聊得很開心 然後騙她們去Skype 然後到Skype的時候 他是騙她們去色情視訊 對 然後 這些女生開始覺得有鬼的時候 是在發現這個男生一直都不露臉 根本就是我的照片 但是開視訊的時候 我只是脖子一下 你好聰明喔 什麼我很聰明 真的耶 沒有了 然後所以這些女生那時候就覺得 欸好像有鬼耶 嗯 然後我覺得有沒有太對勁喔 為什麼連臉都看不到 電話也不接 然後覺得怪 你知道我怎麼知道這個事情嗎 因為那時候 就太多人在留言啊什麼的 我也沒時間去賭每一個人的東西 那我就沒有看到 因為剛好這幾個人也有留言給我 後來發現好像有三個女生有被她騙過 她們是去找我媽媽 跟我媽媽講這個事情 蛤 我是從我媽媽聽到 我媽媽有一天打給我 我說 欸好像有差不多三個女生在跟我講說 有被你騙到 對啊 叫你簡點一點 我說什麼意思 她說 她說這些女生說你在Skype 你在一些交友軟體 然後跟她們交朋友 然後到Skype 然後說你要幹嘛什麼 然後她們說她們覺得可能不是你 你要跟你聯絡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也聽起來好像詐騙 然後我就去找這些女生的留言 真的發現欸 真的有一個人在用我這些東西 在做這些事情 有騙到好幾個女生 她們都就穿這種裸照啊什麼的 然後 後來 後來因為她們有她的IG 她的臉書 她所有的帳號這些東西 她都傳給我 那我公司就去找到這個人 然後就說我們要提告 然後後來她就說 不好意思 我不會再用你的東西 她就 所以那個是台灣人嗎 還是外國人 也不知道 我覺得她是外國人 駐桃燕的外國人 她身材有你好嗎 所以是舞陽嗎 應該不是吧 會不會是你的室友賀少霞 沒有 我自己都被濫用過了 有人用我的照片 然後下面說 什麼 什麼 相信 德國人是很優越的民族 比台灣好很多 我看不起台灣什麼的 誰要約我什麼的 我想說 你想讓我多難看耶 真的很誇張 道用你的照片的是賈斯汀嗎 是 有可能她要報復什麼 互相傷害 你們是在隔壁房 可是我也 上當過這一招 但是 就是 很久以前 Facebook 一個漂亮的女生 就是加好友 然後那時候 Facebook在台灣還沒有那麼的流行 我現在看過那照太多次了 我現在知道 那時候還比較菜鳥 我就加了嘛 然後開始聊天 什麼的 他說 你好帥啊 什麼 然後他說 可以跟你視訊嗎 我說 好啊 然後開始視訊 但是我也看不到他的臉 看到這邊 他說 你要看什麼 然後他就開始脫外套 然後我說 好精采喔 他說你想看嗎 我說 好啊 他就開始去 我也不能說不啊 不禮貌 是嗎 對 我是省事嘛 我不敢拒絕女生嘛 他就是我好意嘛 就是 他開始脫內衣嘛 哇塞 哇塞 他開始說 我說好精采的 他說 他說那你要給我看啊 我說你想看什麼 他說 當然是想要看你下面 我說 哇 有一點 好直接啊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奇怪 那我說 我可以看你的臉嗎 他說不行 而且問題是 我們一直打字 我說 那你為什麼不跟我講話呢 他說 麥克風壞掉了 我想說 奇怪 都跟我視訊 怎麼麥克風壞掉了 而且 你跟他打的時候 一開始就 你好 然後就直接看胸部這樣 好奇怪 對啊 所以我覺得有點不對勁 我覺得 雖然 你知道男生 男生興奮的時候 會失去理智嘛 所以可能 我的腦子的血 已經不在了 可是我覺得沒關係 我要提醒你自己 你不要看他那麼笨 我趕快 用了一招 我 用了他Facebook的那個 大頭貼 輸入在Google搜尋 照片的那個功能 我發現他的照片 很多不同的網站都有用過 就不是那個人 我就說 不可能是那個人 而且我覺得 照片的肩膀 跟那個視訊上的肩膀 有點不一樣 我說不好意思 我不要了 然後我就掛掉了 他說 不好意思啊 來嘛來嘛 我就不想了 可是就差這麼一點點 你不想給他看 但是你還是要看他 對啊 他身材好不好 他剛剛有說很精彩啊 不是 現在因為這個發生在我們身上很多次 就是 明明就是詐騙集團 我們知道是詐騙 但是 就是因為很精彩 我們還會跟他玩下去 上當了啦 就看一看 然後我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也是這樣 她就有一天 她就突然加我的臉書 然後 我們就簡單聊了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這個陌生人突然加我的臉書 而且她滿辣的一個女生 我真的 我們沒有聊到什麼色情的東西 過幾分鐘 她就穿了她裸照 給我看 嗯 然後她說 好大的尺度 我說 好 那 我說你在幹嘛 為什麼穿這個 她說沒有啊 我剛洗完澡 我覺得現在很漂亮啊 什麼就拍給你看 是全裸 全裸 然後我記得她下面有掛 她提了 非常的 傑斯汀你有放大來看是不是 很乾淨 非常的乾淨 是 明天 隔天 因為我那天我沒有跟她聊下去 因為我知道她是詐騙了 隔天 早上我跟她聊天 我說 欸 那你在幹嘛 因為我在跟她玩 發現已經都長出來了 她又傳了一個 我剛起床 要不要看 我說好啊 她排一個長出來的 蛤 全長出來的 所以她應該是要賣你生髮水對不對 我跟她講說 哇 你一個晚上長這樣 我很害怕看下個月的 你還要跟她聯絡到下個月 你們根本不是在講詐騙的集團 你剛才跟她講你們射擊工心 我知道她是詐騙啦 然後後來她就封鎖我 二分之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